你看孔子的谦卑 看释迦牟尼佛的谦卑 看圣母玛利亚的谦卑 都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任何人比自己地位低 这个贫贱之人都没有清 都是那么样的真诚的恭敬 他才能感动人 也许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师父刚讲的话答案就更清楚了 就是我们常说半桶水 只有半桶水才能哗啦哗啦到处响 对不对 您刚刚所举的这几个例子 不管是大学问家 大宗教家 大事业家 即使是做政治事业的人 我们说真正的大政治家 也都是很谦虚的 他从来不会那种每天摆出一副 傲慢很骄傲 很慢舞的那种心态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 也就是说在您的心目中 我们现在回头去从孔子的身上 从孔子的跟学生的互动的身上 去寻找师道 是可行之路了 可以 那个教学 首先 老师 他要懂得 师道 要懂得 孝道 他本身能做到 他才能教别人 我承认效果 我们在汤匙的实验成功了 就靠着 那么第二个 我们感谢汤匙的人民 真正能配合 就是能够接受 这个传统教育 这个是太难得了 我们老师教的他 他们真做 就是头一个最明显的 夫妻不合 这个问题解决了 夫妻能够和目相处了 父子不合 婆媳不合 这个关系 很短的时间 都能 都能解决 那个社会 有一些不好的这些风气 像这个 这个商业界的时候 我们卖假东西 抬高价钱 这个没有了 他良心发现 没错 我们要以诚意性 待人 所以这个社会风气 就很明显看过来 所以 我们说 这个 万变不离其中 到最后呢 所有的社会的 乱源的源头 其实都 要回到一个 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 我们诚心诚意的 去面对自己 面对这个世界 今天非常谢谢 金空和尚师父呢 为我们 用一小时的时间呢 从他自己的 受教育的过程里头 碰到的两位好老师 方东美教授 还有张家大师呢 那么一路谈下来 谈到了 尊师重道的重要 非常谢谢师傅 也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